记者花梦景花莲报告 花莲县长傅坤其就职8周年 今天出席花莲县中小学校长会议 除了捐出第8年薪水200万元 作为花莲贫困学死奖学金 面对媒体询问理想大地案被控界世界端或不起诉处分 傅坤其回应 人生很多过程是善缘或孽缘 坦然是知任其奖满 他还自报应猛烈投篮一小时投篮400颗 大道基建发炎 傅坤其被控涉险在理想大地土地纠纷案中 逼迫理想负责人梁清正 以低于市价售出20万坪土地 在转手赚2亿余原价差花莲高分减日前 针对借势借端透过权势勒索部分 牵挟不起诉确定 但还有逃漏税的部分仍在审理中 傅坤其昨凌晨在脸书强调 这是反款清白 迟来正义 自己遭6年的超家事调查二度不起诉 是遭到政治追杀 今天上午出席花莲建国中校学校长会议时 傅坤其除了捐任其第8年薪水200万元 透过花莲盛天工地军庙 发给县内666名清寒学资 每人3000元奖学金 傅坤其说 希望给弱势小朋友鼓励 针对理想案 傅坤其说 人生有很多过程 好的 坏的是善缘还是孽缘 他坦然是知过去的事情要忘记 明天还有太阳会续日东升 并且平均公平照耀在每个人身上 他最感谢花莲相亲不离不弃给 他支持强调我深爱花莲 附接着孩子报说 在这个群魔乱舞 乌云蔽日的年代 因为承担太多 每天工作长达178小时 为了排解压力充实最喜欢的篮球运动 他已30年没打篮球 没让自己喷汗排毒 所以他把自己当20岁小伙子 每周打3到4次篮球 当然篮球比较激烈 为了短时间达到效果 他一小时投篮400克以上 常常觉得自己是超人 他说 三四个月下来紧追 右手臂肌腱发炎 痛到会头晕 校春运动还要看一下自己有多少岁数 以后可能会改成快走 希望身体循环系统代谢更好 要跟长命做动 多事情